美國的政客,例如特朗普、蓬佩奧之類 就說有證據,病毒是出自中國的 不過這些不是病毒學家,亦都不是儲染學家在亂吠 而真真正正的病毒學家反而相反 不,沒有證據證明是來自中國,或者來自任何實驗室 這裡是他們的國家地理 在2020年5月4日做了一個訪問 他們當然訪問美國首席的傳染病毒專家 福奇先生,Anthony Fucci 這個採訪發表在2020年5月4日 而發表時,他們用一個封面 大頭上加最重要的幾句話 就是這樣寫 Fucci,即是福奇先生說 No scientific evidence the coronavirus was made in a Chinese lab 沒有任何科的證據 就說這個新型冠毒病毒是來自中國的實驗室 這個就是他所說的 他後面這句說話說得很清楚 如果是叫他呢 能看的物質的發表在大陸上 在那裡 是很,很,很穩定 對這東西出來 不是有機械或是機械操作 每一段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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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的歐幅 強烈指出這個疫苗在自然上升 然後升降了種類型 根據看著這個病毒在皮膚裏 和現在在流傳的病毒 越來越有大傾向 並非人造或經過修改 差不多所有證據指向是來自大自然而跳過不同品種 至於有沒有可能這個病毒會從此消失 çek me ask me not think so 但沒有可能 當然嘛 你看看美國搞成怎樣 美國現在就說要上開放 我現在就讓大家看看近期的新增案例和死亡案例 你發現現在在頂峰上上下落 根本完全沒有下跌傾向 他的生殖案例和死亡案例一樣 因為西方沒有能力把病毒隔絕 消滅 所以我相信這個病毒會繼續流傳 直至人類找到抗體的疫苗 找到病毒的疫苗 打了疫苗後不受他的感染 再不可能在人之間調理調理 結果沒有了 這是唯一的可能性 本來如果跟中國做法 根本就可以將它殲滅 現在不行了 你們繼續這樣搞法 就在人群中流來流去 小小地發生 一到天氣正確的時候就逢一生 這個是由天災變成人禍 因為西方的政治領袖們 沒有做他們應該做的事 很簡單的了解